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正是修薄弱 即在持戒修福下说 我们看这一端 前面说过 持戒的人一定是少于知足 少于知足 世间种种的享受 他能够放下 实在讲呢 这才是真正的有福 一个人到中年以后 会深深地体验到真实的福报 就是身心的健康 生活愉快 这才是真正的福报 福报决定不是有财富有地位 世间人看错了 因为有财富是福报 有地位是福报 其实不然 一生之中 要生活得不快乐 纵然有财富 富而不落 反而不如 平而落 那个人生呢 有价值 有意义的多了 所以这是要有相当智慧 就能够观察得出来 那么由此可知 古人常讲的 平而落了 那叫享清福 清福高 这个红尘里面享受五语六尘呢 叫红福 红尘之福 红尘没有不污染的 身心都污染 换一句话说 那个富士想了 身心都不健康 这个就是我们说的 他付出的代价了 太大太大了 简直不能成比例 这个真正会享福的 真正会生活的 身心情境 没有忧虑 没有牵挂 没有妄想 没有烦恼 这个人过的是神心生活 我们佛门里面讲了佛菩萨的生活 这才是真正的幸福美满 我们要明白这个道理 了解四世真相 对于世间五语六尘 决定不追求 侯宽世尊在这个大臣经里面讲得这么清楚 这样的透彻 那都是假的 那都是假的 云居云散 当体即空 了不可等 持戒的人性 持戒的人身根非常深厚 他在这个时代 他欢喜受法 愿意受规矩 寻规套矩 这个就是持戒的人 那么修福 实在讲 那也是大智慧 所以他说 正是与修般若相应 般若是真实的智慧 福与大众共享 这是真正的福报 这是真实的福报 所以 决定不能够独享 一家人独享 一个集团的人独享 都不信 要与一切众生共享 这个人福报就大了 这个福报才叫真实的福报 在世间我们看到 富贵之人 富他拥有财富 貴啊 他得到地位 这种果报 都是多生多结 修善极得而得来 不是偶然的 一世二世的修极得不到 国报没有这样殊胜 所以这个是多生多劫的累积 这种情形只有佛也看得清楚 佛给我们提出警告 就在金刚经上 佛也说得很清楚 菩萨修福不应受佛等 也就是说 世尊教导菩萨要修福 不要享福 这个是真实的智慧 为什么 我们仔细去观察 多历史看古代 看报纸 看新闻 看现代 想大福报的人 很容易造罪业 你看多生多劫修的福 这一生就爆掉了 如果在这一生当中 不能够继续再修福 往后的麻烦大了 有几个人 有几个人 得佛报的时候 肯继续再修福 不读 真的不读 古时候 还有 古时候因为 读读圣贤书 多少都受过 圣贤教育的熏陶 还有智慧 还能够辨别 善恶是非 有能力辨别 所以 有福报的人 恳求修福 欢喜修福 这个是很难得的 现代人 不读人先书 不相信 这个佛报是命里有的 他不相信 他以为他很能干 他有本事 他运气不错 他以为是这些 以为是这么得来的 不知道 这个得来的 前面有 深厚的 因缘 他不懂 因此得到之后 就不懂得再去赔福了 就不知道 那么这样 佛报享尽之后 物业现前 古报就在山土 这是佛法里面 长寿的三十月 第一诗 多生多世在修福 这个第二生 下福 享福 赵子一 富享完了 第三世都窝盗去了 这愿望 所以财法都要与大众共享 无为师 也离不开财与法 诗财 使人物质生活安定 他心得安定 就是无为师 法诗 使人明理 理明了之后 心自然就安了 我们常讲 心安理得了 心为什么安呢 道理得到 明白了 道理明白了 他心就安了 那么由此可知 无为不师 在手段上 离不开财与法度 所以世尊在本经 只用一个不师 多次的 为我们开始 教导我们 因无所助而行不师 那么这是说明 修伯弱 要具备这个条件 这个就是本经 教学的对象 感谢大家的